大家傍晚好 现在呢是我的晚饭时间 我最近真的是胖了好多 已经是80斤多一点了 所以现在晚上呢 就是吃个蔬菜会比较多一点 今天呢想说 哎好久没有拍vlog 我之前出去玩的那vlog还没剪出来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夜晚生活 就最近的生活呢 过得也都是很悠闲的 然后做的事情也都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那种慢节奏的 然后就想说 跟你现在还是挺不一样的 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真的是胖了很多 你看我这个脸呢 看出来吧 还有这个头发 真的好脏脏 为什么这么脏呢 一会儿跟大家再解释 然后这个蔬菜呢 就是这种大拌菜 就是拌的时间腌的 可能是拌的时间有点久了 这放着 所以就看起来 没有那么的翠绿的颜色 然后呢还有一点这个水果 我刚吃了一个桃子 还有呢是红薯南瓜紫薯 这个也是中午就蒸了的 晚上进去吃剩的 我就是特别喜欢吃饭的时候 看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个 老高和小莫大家喜欢看不 那是好逼劲哦 他们分享的内容 看他们就是好像还挺多频道的 搞点出现西西娃 喜欢胡萝卜 这个是我中午吃剩下的 虎皮尖椒 刚刚下去拿了一些快递 给大家看看哦 买了这个美团 我把包装都拆了 这个是 这个什么 精硕的美团 不是这不是美团 这是我买的隐形眼镜 我觉得特别可爱 大家自己先看 它里边是这种粉色的镜片 所以我还挺好奇的 想戴一下试试 之前一直都是戴那种 就是戴颜色的那种 日泡的美团啊 然后我就一直想 就是做近时间手术 但是近时间手术 担心做完之后就是不能戴美团啊什么的 就会显着眼睛 会不会看起来跟平时不太一样 所以我打算最近就是 戴一些这种透明片 然后就是 把自己看习惯一点吧 戴上看看 好不适应 而且现在就是看自己的这个眼睛 觉得特别的无神 我这个鼻子这两块的都是 平时戴矿架眼镜 然后给压的 就给压出这个 割出印来了 这次呢买了两个洗面呢 一个是这个月木之轮的 这个就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的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Fresh的 这个是比较适合像我经常 就是化妆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以清洁面部彩妆的 我今天还会每天都吃这个 它的就是一个抗凉化的保健器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那种纪录片嘛 就是说你要是想 额 就是预防衰老的话 就是说你要抵抗三个 一个是这个地心引力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紫外线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抗氧化 那地心引力呢有个东西 就是很难你去避免嘛 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面 那对抗紫外线呢 平时就是要多涂涂防晒呀 然后打打散呀 说成防晒液啊什么的 而抗氧化的话呢 你就真的是还挺难办的 所以我作为打算吃一些这种保健品 就每天一克就可以了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是吃保健品 基本上不吃个十年八年的 好像也看不出太大的效果 反正我现在身体上跟之前感觉呢 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反正抗氧化这个事情吧 也是要一点点坚持下去的 他为什么说我这个头发很邋遢 因为眼睛好痒 我又过敏了 对那个汪毛过敏 特别难受 再吃一个这个吧 来吃一个这个 开瑞糖 我对冒冒过敏 就会鼻子也难受 眼球也难受 耳朵也难受 然后来吃 外用的药都不管用 就得吃这种开瑞糖 效果还挺好的 是因为人家直发呢 看看我这个 哎呀密集恐惧症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 我这个是今天直发第九天了 我是在直发完第五天 在那个 在那个医院洗的一次头发 然后到现在 回来之后我已经四天没有洗头了 所以今天晚上 先给自己大扫除一下 我现在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这个头皮的这个 出油量真的超级多 昨天晚上 就太久没洗头发了 马上头皮这块就特别痒 然后我都痒得我都失眠了 然后就每次用手抓挠挠挠 然后手指头都移不到我 手指反光 真的是用手抓头皮的时候 头屑真的特别多 今天正是我做完重发之后 第一次自己洗头 所以要好好的把我这头发洗得干净点 今天能用一个这个 KIM TRU The Totherapyutches 这个真的只要那头发越油 然后用完就会越清爽 它就是这样趁着头发干的时候 顺着头皮挤在这个发根处 其实每次用这个用半枝 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今天头发真的是太油了 所以我打算用這麼一脚筋 挤完之后呢 再用那个手指柱这样轻轻的这样按摩 按摩也就三分钟左右吧 这块是我刚中完的头发 真的是代谢的角质特别多 刹完这个凝胶 这样也好好的搓一搓 还有这边这块这儿也是 所以它这个里边都是那种天然植物成分的 所以用着还是挺温和的 而且像它里边还有一个2%的水阳酸 还有一些抗炎的成分 所以就是不只能清洁这个头皮上面的柳果 还有头皮屑呀什么的 还有就是我们头皮上边就长得那种 就是小豆豆就特别咬的那种 都不能挺好的改善的 我现在呢就差不多按摩完了 用清水洗净再用那个洗码水 无发素就行了 这手牌子是胜利盘的 就是我做直发手术的时候 从那个医院买的 就是那个医院所推荐的 然后他说这个里边反正有中药成分吧 就是对这个头皮也好什么的 这一套画面加400多 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用 闻着那个这个味道 有点像我之前用的那个霸王 就是没有办法 只说霸之后还是要好好的对它吧 短的发肌线的话 这还是让清水南部不能用力的熏导 现在洗完头发感觉颜值都变高了 头发真是太重要了 而且我现在头皮真的是超级舒服 真的是觉得头皮会呼吸的 而且我现在头发也是这种很蓬松的 然后又特别清爽 然后头发又很滑 还挺有光色的 现在呢处一个护肤 这个是之前的那个霍莲娜的一个小赠品 这个里边是这种透明的 今天是第一次用 把它当成一个睡眠面膜 让它涂得稍微厚一点 刚刚现在秋天我的脸真的是超级干 它那个面膜虽然它有点油 但是它上脸也就一两分钟 它自己就有点沉膜了 这也不会蹭的哪都是 它是这个伊丽莎白亚顿的这个身体物 这个我已经用的掉这么多了 上到那儿空空的 就是那种很天然的淡淡的茶香味 加一点点花香味 还挺持久的 在这呢是时尚时间 带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时尚帽子 一个一个可奢华的 第一顶面是这样的 是女毛黑色的 还挺秋根的 然后之后呢 就这样就应该要把嘴唇涂红一点 拿去涂一下哈 这样涂了一个红色的口红 就是那个完美的旗有针 我之前推荐过的那个是925这个色号 就这种可能正的红色就显得皮肤很白 现在涂了红色的口红之后 就再戴这个帽子 更逮捷 你可以直接去拍时尚大片 好下一顶 是一个绿帽子 它就是这个 这什么面料 我说不太好 面料不是很了解 本来就是很秋冬的 然后颜色呀面料都很贴贴 然后这里有一个花花针 还挺精致的 我真的很想有机会把这些帽子给戴出去 但是我真的是太宅了 很想出门 这个帽子真的是超级美 不特别适合秋天呀冬天呀什么的 主要是我个儿也比较矮 这个应该是如果个儿比较高的话 戴这种帽颜比较大的会更好看 我觉得我太矮了 有点不太好意思戴出去 这个帽子跟这个睡衣还挺搭的 挺好看的 第二个也是这种绿帽子 它上面是有这种不同颜色的羽毛的 戴上康康 就是这种避雷帽 哇 好有一种 很贵妇的那种又甜言又少女的感觉 但是这个帽子有点不太稳 应该要用那个 恰似啊什么的 跟自己的头发固定一下 戴上这种很美 可以把头发这样放下来戴 然后呢也可以 或者是也可以把头发呢 边一边呀 然后扎在后面上 而且这个帽子真的是很有质感 我发现我还挺适合戴绿帽子的 下一个人上面也是 这个灰色的戴绿帽子 也根本是姓毛的 这个说了什么礼貌的 很发现 但是还挺美的 也就是毛泥的面料 其实都戴上真的好贵 感觉如果是穿一个那种风衣呀 或者是那种毛泥的那种长脸 很美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帽子 可以把这个刮在前面 也可以这样戴在侧边 然后也可以这样呢戴在后边 它这个帽子的形状和这个帽颜 都是这样的 就是长长的短的都有 所以你就是不管这个花朵 冲在哪边都还挺好看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帽子 这个帽子真的是超级大 它是一个然后又很美 可以戴上它拍拍美照啊 写真啊什么的 所以现在呢就只差这个帽子有啦 就只差一个拍美照的机会了 你戴上之后感觉不管是 就显得脸特别小 而且就是感觉不管是什么姿势 就是360度的那种史上砸 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两顶 哈哈哈 那这是是这样的 就是很美 哈哈哈 黑色是我最喜欢的 就很轻啊戴上 刚刚就是很厚嘛 然后现在就 其实是两个嘛 我是不好意思之前一直搞错了 那是两顶啊 哈哈哈 就是一顶是这样 单独一顶是这样的 嗯 也挺美的很喜欢 希望也是 赶紧的能带它拍美照吧 也很好看哦 这些粉色还是挺适合戴出去的 这帽子有点大 我太矮了 有时候就是对自己身高有点 戴这种大眼的帽子上不太自信的 把头发张记住 张记上 嗯 喜欢 我很喜欢粉色的 这个帽子的 质感也挺好的 喜欢喜欢 所以里面小小猫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粉色的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秋冬季节 戴它不太合适 就觉得比较适合春夏吧 应该还是熟这种半草边的 这个帽子我之前在研究它到底该怎么戴 现在终于是搞懂了 它不是这样戴 这样戴就会很奇怪 这个这个应该把头发扎起来 嗯 我刚刚把头发扎上了 这个就要先把头发 后面可以盘起来是最好的 就不盘了 那帽子它是要这样的 然后再用一个卡子改不得上 然后后面看呢 就这样 就是有种田园的 有种少女感 还有就是这种的发布 它随时的发布吧 下面是毛毛的 它们是乳 哇 带着好像王冠 哈哈 哈哈 这不是这样戴的 开个玩笑 把头发散下来戴比较好 这种的话就算是 你们鼓很低 还能再把鼓鼓给撑起来 就是这样 这个还挺 就是适合外出的 就把头发散下来 戴起来的话挺方便的 因为它有种发布嘛 也不会掉下来 这个发布很秀都没有打算 下次要把它戴出去 这个应该是 虽然看起来有点奢华 但是又是最日常的一个了 因为它颜色是这种 跟发色很接近的 又是深棕色 然后又是黑色的嘛 所以戴上就是不让别人觉得很奇怪 整体看上去不觉得很奇怪 但是你仔细一看就觉得 哇 又是毛 然后又是这种 这是什么闪闪的 blingbling的钻 然后又是这种大鱼毛 我真的觉得怎么 怎么会有这么精致 这华丽的女生呢 是不是好想认识一下 大家看看我的每晚必做的事情 就是手工时间 我就特别喜欢一边看个电影啊 或者是视频啊 追个剧啊啥的 然后手上做做手工 这一大箱都是我的手工工具 然后有一些个 有些个针啊线啊什么的 这还是我买的书呢 家具工 写花样248款 零基础校成衣 这还有一个最西版 反正就是这种勾鞋的吧 反正这种勾东西的 我是真的看不太懂 所以我就用其他的方式做鞋子 跟这种就是鞋底子 大家看看啊 这个是我人生中做的第一双拖鞋 开始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线头啊 这真的是人生中第一双做的第一双拖鞋 就是确实是可能做的不太好 但是能把它做起来 我当时就觉得机型很厉害的 然后这也是 这个口这也是特别多的线头 这里边这个底用的就是不用的毛巾 然后外边的这个红色格子这个布呢 是用的我夏天不穿的一个T恤 就是反正用这种架一般不用的 适用的布料吧 做的这双拖鞋 穿的还挺舒服的 穿的还挺可爱的 就很适合秋天要冬天要来穿 做的第二只也不是第二双吧 第二只鞋人家就特地买了这种面料 然后里边的这个粉格子的面料 也是特地买的 可以看到就基本上看不太出来 有什么明显的线头了 就是技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这是我做的一个带帮的 一个冬天的外出鞋 这个鞋里面的面料弄软软的 然后穿上也可舒服的 这鞋子穿在那边又可爱又舒服 都迫不及待的想把它赶紧做完 穿出去 今天晚上呢 我们打算织维巾 这个是我买的这种 带毛毛的毛线 所以织出来的维巾 就是这个软软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织了多少吧 织了这么长 现在呢 是这样 就这么长了 然后现在我自己做了两个 这种毛线球 然后我觉得还要 这个长度维的化 不太够 还要再织 至少这么长吧 这么长 就用了我丝卷半毛线 还要再用丝卷半 相当于 做一个这样的 宽度的毛巾 像这样的毛线 差不多用九卷 九卷毛线 还好我这次买的多 买了十一卷 围巾 我真的是织了很多天啊 就是第一天 我是干劲最足的 然后差不多织了两卷毛线 第二天织了一卷多 然后后来都织了 就每天织不到一卷了 我真的织了好几天 才织了半条毛巾 但这个鞋子 我跟大家说 这个鞋子真的是 一会儿就做完了 我第一双鞋子 这个差不多 因为其实做工 也不是很好嘛 我第一双鞋子 我也没有做 不是像把这个 构造什么的 搞清楚 所以我就没有 用太多的心思在上面 用的也都是这种 旧的不面亮嘛 然后第一双鞋子 差不多 两个小时 就做完一双鞋子了 我第二双做这个鞋子 我就做工什么的 都好很多嘛 我也是做起来 比较用心了 所以这个鞋子 弄的时间会长一点 但是基本上的话 也是两三个小时 就能做完一双 就一整双鞋子 我觉得做鞋子呢 是太简单了 而且鞋子这个东西吧 做出来就会让别人 觉得你很厉害 不管你是自己做 还是做完送给别人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 手工选择 我今天晚上呢 就先支支这个围巾 因为这个围巾 差的是多很多 我买的是 这种的针 穿到一起的 这种针的话 它就不会像是两根针 突然间就突出来了 这样就会很麻烦 这样把它收纳起来的话 比较好收纳 其实我这围巾 我也只会这一种手法 其他的什么手法 我都不会 这个手法 是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教给我的 就一直寄到现在都没忘 但是我现在感觉 就再教给我啥都 可能都记不住了 特别简单 拉出来穿过来 绕一圈 踏出来 放下来 但是这个 织毛绿脂久了 真的会 手里胳膊腕 特别的酸 我觉得这围巾的话 就是 用这种偏粗点的线 就特别的 我这种手写的就稍微快一点 还有几分两张快 你别打我了 然后我赶紧别的 哎呀 我不想了 啊 啊 玩了 我要吹出 玩了 现在把我这个嘴唇 给卸一下 我好想打噴嚏 当时鼻炎真的每天要打好多好多噴嚏 有时候都打得我喘不上气来 噴点药 用这个 什么喷雾 盐酸 怎么夹错云荒物件 不行了 我真的得赶紧睡觉了 但是太晚了今天 鼻子太难受了 那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